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動漫戰隊 今天跟大家說的就是《東尼劍遊記》 一套台灣的布袋劇,也是和日本合作的一套作品 我們終於要講東尼的製作和其他不同的要素 但是要先講一個很巧合的事件 這個項目是建基於一個巧合之上 當然你當作布袋來講也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也很有趣 挺有趣的 首先要講淵源最大一個就是日本其中一個名動畫製作人 這個《虛淵源》,《虛淵源》的特色有什麼呢? 就是《愛的戰士》等等 就可以聽回我們之前動漫戰隊講過的《Psychopath》 就這裡詳細分析他的特色 我們之後也會講一下 但是《虛淵》就是一個很著名的日本動畫製作人 就是特別劇本那方面 劇本那方面 劇本那方面 就是他當然有做監督的 但是為什麼《虛淵源》會和布袋劇發生這個關係呢? 事源於2014年2月的時候 他去了一個台灣國際動漫節宣傳他的東西 好像是簽名會還是什麼 應該簽名會好像 簽名會好像 簽名會的 應該可能是Face Zero還是什麼 意外就參觀了《霹靂》一個展示 《霹靂奇幻武俠世界》 其實是一個放牛在這裡 給你看看它的牛、製作等等 一看就驚為天人了 直接買了一套《轟動武林》 就是當時播完的一套DVD全套 整季又買回日本 那時候訪問也有提過 那時候網友都覺得 你當禮貌禮貌買回去看看而已 也不知道會不會細煲 誰知3月1日他的Twitter發了一個Tweet 就是說 咦?等等?百里冰丸? 大家台灣看《霹靂奇》就知道 因為其中一個那季的角色 是一個二線的角色 不是一線的 即是不是主角的東西 那一集什麼事呢? 就是也是那東西你無緣無故沖入黑熊內風之後 就變成跑車了 嗯 就這樣死掉了 嗯 亦都可以將這些東西轉到突然 小緣無緣無緣無故第三集咬了頭 沒錯 以他發一個tweet來對劇本來說 大家就維持一個李漢漢李 李漢漢李也有金人了 你感覺如何了這樣的狀態 還有一件事大家也知道 原來他真的買了一套碟回來 他真的有貨的 而且大家要記住那套DVD是只有台語 加上中文字幕 我不知道他是找朋友幫他翻譯 還是他只是以畫面來做 就像我看生肉那樣 沒錯 但無論如何都好他真的有續跡去看 第一引起一些台灣的粉絲問 虛遠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看那套劇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Picnic方面的製作人員 都注意到這件事 因為他那時候看回現在冬尼的訪問 就是Picnic那間公司那時候已經想向虛遠推介一些劇本去寫 但是這個這麼巧的情況下 招任虛遠過來 邀請他個人幫忙寫 邀請他過來 但是看到這個tweet就直接就聯絡他 他就想著既然老師是有興趣的 那不如我們給你一個劇本去談一談 最終就成就了現在冬尼劍有幾個project 但最初好像不是想虛遠寫冬尼的嘛 不是不是其實那時候Picnic提的方案就是 他想將奇日密碼的外傳給他寫 但是經過一些來來往往之後 就決定我們真的要寫一個獨立於Picnic 或者其他故事的新故事 可能虛遠去問他 那些人可不可以爆死的啊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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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角色很重要 不可以這樣寫 那不行不行不行 那我要寫一個原作的 我不可以啊我要爆啊 所以頭三分鐘就爆了一劇嘔 有趣好像說虛遠 就是看回訪問 虛遠是說他其實那時候已經寫Proposal 想去提案說他跟Picnic說不如做個合作 然後在他準備提出之際 Picnic那邊就發了一個邀請 說不如你個人幫我寫奇日密碼 咦大家都有意思啊 不如慢慢談吧 結果真的慢慢談了一段時間就成事 如果你說由一開始接合到 真的決定製作到真的出街 中間搞兩年 而如果看回你的動畫的製作 兩年算是真的很快的了 你想想現在有些新版 或者有些大項目 你說了幾年你都不見影的 喔鐵血之故意是 包括我十年 Shut up! You shut up! 為什麼你要提鐵血 You shut up! 林哥繼續 那終於到最後決定就是由這個 我現在看這幾個名字 我都覺得真的很神奇 是 想不到可以聯繫一起 第一 Nutral Plus Good Smile Company 和Picnic 國際多媒體三方合作 那也是這幾間公司 很想不到可以炒一碟 其實Nutral Plus 我想看動畫的朋友都不陌生 總之去出產的東西 有若干地 你可以形容重厚一點的東西 都是去出產的 就是令大家 一代人的惡夢 不要看 不要看 真的 你看完你睡不著覺 有很多來自Nutral Plus 其實Nutral Plus 也有很多的電玩 就是電子遊戲推出 也做了很多人物設定的東西 所以這次在這個合作中 是人物設定去負責 沒錯 而Picnic是收到這些設定去再改 來來往往再改 例如丹菲大家看到現在是比較大的眼睛 其實是改過很多版本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傳統 所有女角其實都是鳳眼的 但是Nutral Plus 就是想要一些比較萌繫的女主角 所以是一開始給她大眼的原畫 但是其實Picnic那邊是堅持過 說想不是這樣做的 就是想逢眼了 是的 但是一落落落完之後 就做到現在最後的造型出來 也都是 因為我買了一本設定原集 即是這個東尼群合傳 裡面你看到那些畫 跟它最後出來的樣子 是都有些差距的 例如卷殘雲 你看我真的 完全是大叔和少年的樣子 差了十幾年 是啊 我想丹菲會不會就是 可能之後 有其他的偶 就說不如這樣 這隻大眼其他給你鳳眼好嗎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的 最後 最後就是Nutral Plus 負責人物設定 而Good Smile 就好像負責人物造型 可能偶的設計上 偶的設計 或者衣服 那些其他東西 所以看到其實這次的服裝 是跟他原本的風格有些有大分別 例如你看薩毛生 那些開胸V LVDV 或者是 那些女士們尖叫的 或者看回廉老師傅 廉老師傅那個嘔 是跟一般來說 就算Picklick有些很老 沒有他現在的皺紋那麼深 所以他可能 大家下來往往做出來的效果 也是非常之好 還有Good Smile 有一個很重要的參與 就是說 那你出到這部劇 Good Smile 就是可以出 捏土人 當然要跟大家說 相信 聽我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Good Smile 是一間玩具公司 而主要就是出產一些 人物的Figure 即是人形的Figure 沒錯 所以大家買了 平時Figma 捏土 或者是一個Scale Figure 當然我有其他節目都經常說 一些玩具分 尖笑 尖笑社 大家升上來尖笑社 大家尖笑給錢 所以 現在其實東尼這套作品 你也看到有一些 應該是東尼這套作品 在合作之後 好像素環珍 林雪 還有廟總 他們也有出領土公仔 也有出素環珍的領土人 林雪 我跟素環珍那裡有賣的 算是OK的 以外的物價錢 你拿著表中的嘛 滅種 我嫌他表情不夠多 還有 雙大叔 我覺得他本身 因為雙大叔的造型 是比較簡單 去到黏土人 我發覺是太簡單 反而 不過後面有問題 換句這些東西 就不在這裡說了 去我們另一個節目 這個蛇王換句 再說 但是呢 除了這兩方面 還有就是 虛淵源本身 他是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他作為原案 編劇和總總監 而霹靂就是做導演和拍攝 而這幾方合作出來 就做了這個東尼劍尤己的 project 骨幹 而虛淵源呢 在訪問上也看到 他說想做一套 什麼方向的作品 就是說 一套日本人 可以用來入門 看得明白的 武俠報代劇的作品 嗯 所以說他有個 寫劇本那方面 他是想寫一個 類似七武士的故事 沒錯 因為意思是 日本人都可以入口去看 就是 他有一點點 在訪談他的說法就是 好像想做一套作品 然後等日本人看完之後 你可以入口去看這部電影 就是有一點點想把這件事 發揚光大去日本的感覺 對 2015年 他們都來來來說很多次了 那套劇是用新版的形式 是2016年出 那其實他們都日方很重視 是重視到 你看這些訪問呢 是三個CEO一起去到霹靂那裡 捐住他的戲偶 拍攝 我覺得是捐得很緊 日本來說 這方面他是看得很緊 以這個製作來說 而成本方面 是這樣說的 我找不到一些很實際的數字 我都是Wiki 或者一些新聞到 諸詩馬跡搜到 對 以周邊新聞和估計 應該台和日雙方合計 是投資大概兩億的台幣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怎麼分數 不知道怎麼分數 如果是講製作團隊的IP Picklink是至59% Neutral 普通是49% 那個IP是雙方同步管理的 但是錢那方面 成本真的不知道是怎樣 因為如果以一套新版 13集的動畫來做講 我覺得如果真的兩億台幣是多的 因為如果你看新版 大製作應該都是差不多 價錢甚至是少一些的 如果新版很沒錢的 那些數字更加可以 花很多錢 當然可以花很多 像畫質那些 那 因為這套其實你有看過 我看過 你拿過幾眼 拿它去打 你也知道肯定是燒錢的 是啊 而他製作和普通的 Picklink報代劇的不同 它是用動畫形式製作 就是它24分鐘 13集 一般來說 那些報代劇是幾長的一集 50分鐘 講一季是少就40集 多就50集以上 所以這個製作形式是你當作動畫形式一樣 那我亦都覺得他在寫故事方面 是像剛才所說的 七武士 成Love of the Rings 就是遠征 成古龍類型的江湖小說 那他想寫一個比較直線的故事 但是故事方面的分析 我們可以之後再慢慢講 但是另一個我想提就是他播放方面的安排 因為這套東西是三方合作 所以播放呢 他是想去不同的頻道的 他們都做得很成功 第一 大陸的Bilibili 愛奇藝 台灣巴哈動漫風 去到美國的Crunchy Roll 都有進行這個 即是同步播放的 所以呢 那時候一播呢 Bilibili的蛋幕大家都可以看 或者也都因為他上了美國最大的動畫 Streaming 網這個Crunchy Roll 是吸了一班美國觀眾回來 即是有些美國有時候動漫節 都會有一些fancy course 或者造型公仔出來 是 還有他們 我想他的音詞很重視 因為英語地方的反應 尤其是美國是不錯的 雖然這麼說 我看過英文版的 這些字幕不算太好 無法翻譯 無法翻譯 我看Crunchy Roll的評論 大多數都是讚他的嘔 他的武器 以及他這個載體的身穎 所以上一次 2017年的SakuraCon 在華盛頓一個comiccon 整個團隊的製作團隊 是去了開範圍 而那個範圍是滿的 而那個範圍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聽聽 即是有些人問他 即是你看到一些女粉絲 哇沙毛生的嘔很漂亮 深深眼 或者是真的有些人很認真地問 例如 我是當地是華人的 我真的覺得這次合作的機會很好 或者有些人覺得 嘩虛怨真的參與到這套東西是多新穎 或者是 待會講故事才說 或者是對於這個在體 對於這個在體 甚至你知道美國英語地區 沒有見過這些作品 我看到這些YouTubeReview 都說是值得看的 那所以 英語地區是吸到一班 不算多 但是吸到一班觀眾 日方呢 我覺得是博眾市場 很神奇 大家如果有看新番一季十幾套 我們講新番一次講兩集 有時日本網站會把 新番的受歡迎程度 就是用Twitter的推出數來做比較 每季都會有 東尼那個是很恐怖的 東尼劍尤己在出完之後 他那星期的Twitter的推出數呢 是多過那麼多套的動畫 那個情況是很令人驚訝的 剪圖了他們的數目 所以他這次的播放 中國不要說 中國其實在播放電影的市場 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霹靂在幾年前已經想入他了 亦都入了他在不同的頻道 真的入中路 真的 入中路 所以在播放來說 這個project算是不錯 雖然不知道他收益 幾個地區會不會收益到很多 但是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已經安排到第二季了 亦都有外傳了 所以你可以說是應該OK成功 但是說了製作方面那麼多 我們還未合棄育的 我們就要講故事了 簡略的講講講這個故事 順便介紹人物 其實這個故事是一個 交通世界的圓環故事 講述很多年之前 發生了一個神魔人大戰 什麼慈無之戰 二百多年前 魔神在人界打得很厲害 人夠打就駐了一批神兵 窮霧 窮霧之戰 窮霧之戰 之後就駐了一批神兵 就來擊退 破面魔 對不起 神灰魔蟹 不好意思 你根本就是想把他當作是厄制戰 混蛋 就是這樣理解 不要再說一說 這批神兵 當年來講就擊退了魔 就進回魔界裡 也都留了不少在人界 這個故事 Focus 就在其中一把 就叫天形劍 就傳說就是一把很厲害的神劍 故事一開始就說 封印這把劍的單家 就是單時兩兄妹的單行 和一個單飛 就被這個圓鬼宗去追殺 是 惡人組織 惡人組織 圓鬼宗 Socker 就是大Socker 因為要搶他的劍 就 單行出來 就 擋兩招 就被這個 圓鬼宗的大BOSS 這個滅天鞋 一出場就 撈爆了 是 那 真是人體大爆炸 對 看大爆炸 去怨懷外營的目標達成 是啊 之後 因為他們守護著 就是這個天盈劍的劍柄和劍框 劍奧 劍奧 他們兩兄妹各執一部分 單飛就因為他兄長的掩護之下就走了 這個故事就在focus 就是如何爭奪這把天盈劍 就是單飛如何遇到我們的男主角這個傷不患 和這個林雪 都是男主角 男主角 然後就進行一個好像七母士一樣收集不同的同伴 然後去打這個圓鬼宗 最後如何解決整個天盈劍的事件 是 為什麼你說到這個故事這麼精彩 我明明看到不同的東西 這個就是藍哥剛剛看到出來的描述 藍哥根據官方的形容所描述出來的故事 而我看到他的故事 就是一個精靈訓練員為了要棄置這個不可言垃圾 而拯救了世界的故事 是完全不同的 寫出來的東西 你還要看到最後一集才知道原來他是小子 就用你了美加超 等等 你們不要意外就開始套租那樣不怕 他還沒直接說這個套租 怎麼說呢 還沒直接說什麼 你現在才正在進行題 還這麼套租 怎麼搞的 不過先說這個很明顯看到 雖然他有一個武俠風 但是他在設定上面是引入神魔人 是比較圓幻的 而天形見這個設定也是比較神兵 我經常想起廣漫的那些 十大神兵 那些什麼天神兵 那些什麼 其實是 本身我覺得布袋戲 因為他以武俠為主 始終和廣漫 如果你看看武俠廣漫的話 其實你很容易就投入到那個世界觀或者設定的東西 那他也都 東尼是走得比較圓幻一點 相對上其實他的世界很簡單 因為就是分了東西兩邊 東尼和西休 那中間就有個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就是有個魔界 魔界 有個魔界 你當是初漢界嗎 那主角就是由西休 就走到東尼 那他就穿過魔界 他就是歷史上第一個這樣做 以他們所知 是所有角色都說 你吹水不抹嘴 即是因為他說 中間那個沙漠 那個魔界 是非常難走的 那雙不患就說 我在那邊走過來 大家都當他開玩笑 之後真的知道他不是 知道他真的 真的 真的 沒有困人 鬼桌之地 鬼桌之地 其實中段的故事就是 開頭說他們 即是丹菲 就是叫他們 我的劍架 我現在就要搶回我哥哥的那部分回來 我們守著劍 不可以落入他 苗天涵那些 壞人手上 原本整班就是組隊上去打臭他 不好意思 這是中文字 這個是鬼味 原本就是整班人組隊上去打臭他 是啊 然後到中段開始 劇情就轉折了 轉折了 也有江湖劇上的背叛 團結 或者是其他自鬥的劇情 他們一行七個人都是各有自己的陰謀緯計 有些就是 油癡之中都是為了要拿回家傳之寶 有些就是油癡之中都是打算搞事 有些就是要 想追女的 追女的 有些就不知道要為什麼 不是 男主角就是純粹吃完飯沒什麼做 就跟上去 男主角其實是真的打算 找個垃圾站棄子 都比較不可言垃圾 對 或者下幕有人想還一些東西 但是故事 我們先講到簡介 我們都要講一些人物 先講男主角 傷不還 造型方面 你看設定圖 甚至是嘔出來 都是一個很普通的大叔 浪人 應該說浪人feel 浪人feel也是拿著一把 好像很騎來的刀 因為你比起圓鬼鐘 那些卓仔拿著一把劍 都覺得 哇 他整身都好像 難生難世 最重要是你覺得 他那東西好像銀時 拿著一把木刀的感覺 他那把其實應該比較偏向捉刀 是啊 但是 他一出來 第一集都表現了 其實他都很厲害 好抽的 對著圓鬼鐘的幹部 都一下子打斷他 別人一把劍 那不是羅撒教廢 不是他害怕 哈哈 他不贊成 他只是通天教 連羅撒教都不完 其實第一集 我不知道 因為第一集本身都可以 因為我已經看完整套 我回不了頭 或者這麼說 我們應該要用原始一點的方式來介紹 總之是一個充滿著神秘感覺的男主角 大家還沒摸清他的底 而這個整套戲就是 你由開始到結尾 你中間慢慢摸清楚 到底這個男主角是一個什麼人 慢慢了解男主角 那講一下就能講到 還有雙大叔的性格來說 他是很不想惹麻煩 也都 以一個所謂江戶人士來說 他不是很關心自己的所謂明星 他也都好像沒有什麼目的 就是不像江戶人 哇我要出名 我要怎樣 我要什麼 他只是說沒有那麼麻煩 我不想那麼多事 我只是想到處走走走 就是到處流浪一下 他好像有些事情想做 但是一直都不知道 你一直是奇怪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浪人 到底他背後有什麼目的想做 或者他來到東尼這個地方 是想做什麼 大家本身都是有期待的 還有他是一個 整部劇裡面 都是被人欠的狀態 就是無論第一次見到嵌雪 他真的無緣無故走過 就跟你說 喂 你借了一把傘 是要還的 我心想 你幹嘛借地藏菩薩的傘 你撕掉別人之旗 你明白嗎 很嚴重的 對 隨時議員都沒得你做 所以你看到他雖然口說很麻煩 但其實他也是一個很肯幫人的大叔 口裡說不 但也很肯幫人 人有事都會去幫拖 沒錯 鐵漢由情 聖過黎明 不知道他由不由情 他也是不停地套租 經常對情況套租 但是來說他也算是一個正常的角色 第二男主角我覺得真的 怎麼說 切開來都是黑的 應該說他不切開來都是黑的 我只是很有親切感 就是第二男主角林雪鴨 在初期他叫他做鬼鳥 也是一個出場很神秘的角色 就是坐在樹上 然後你看到他整身的造型 癡漢 不是癡漢 他是帥的 OK 不帥就不是癡漢 不帥就叫癡漢 又叫癡情 他還有對地藏菩薩 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 在彩波樹底看著地藏菩薩 你幹嘛偷人把傘 他喜歡看模型 他的笑容贊助 他一出場的造型也是非常突出 第一他的衣服很鮮艷 藍色的底 另外他就是長期拿著煙斗吃煙 也好像很神秘 第一集他因為聲優和對白 或者他搞雙大叔 覺得他是一個不切開來都是覆黑的角色 他喜歡搞事 不知道搞什麼 但其實整個故事 基本上整條主線都去拉著走 如果沒有去拉著走 那些人不會搞那麼多 沒錯 雙大叔應該就真的找地方 吃一下睡一下就算了 吃一下燒餅就算了 很喜歡吃燒餅 就會被帶著到處去 而林雪鴨 無論他中間 你當他比較自謀向 也好像所有的東西都是他拉動 蜘蛛在鴨 一切都盡了 還有一小時 林雪鴨 但是我會覺得他是一個複客角色 很動漫形式的一個複客角色 就是你看到到處都可以讓他玩 你會很多時候 會在這裡估計 究竟他和雙大叔在做什麼 或者他做些事情估計 他有什麼陰謀 他背後有整支城 或者他們是否兩個在搞B 或者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安排 就是在OP裡告訴你他的林雪鴨 在劇組裡面就叫他做鬼鳥 我看著你這個假的我一早就知道 那你觀眾才知道 但是我覺得你做這個事情 其實你應該要騙觀眾 我覺得他這個位置是有些 即是他公佈了一個名字 你才可以改 大家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現在叫林雪鴨 裡面就叫鬼鳥 但是我又不知道一件事 是有一個很厲害的人叫林雪鴨 應該不說 不知道名字 我覺得不大問題 我覺得不大怪 如果他可以花多一點點的心機 就是改一改OP的字 在第七集的時候改一個OP的字 就應該會好一點 那你出來行走江湖 當然有幾個雲號 他就是叫做略風是塵 那我既叫略風是塵 又叫林雪鴨 又叫鬼鳥 略風是塵是外號 就是多多 我姓關名與自雲長 一樣 是一樣的嘛 是一樣的 是 講完那些男主角 之後一定要講一些女性角色 第一女主角這個丹菲 很慘的 即是一出場已經交貨人亡 整個鬥也都被人 聖地也都被人剷掉了 也都要逃走 帶著他天盈劍的最後一個部分 他是拿劍的 是的 但是作為一個在聖地長期居住的封印師 他是一個天真嬌來的 是 他是由頭開始的一個天真嬌來的 就是完全是信人 林雪鴨說什麼就信什麼 雙大叔說什麼他也信什麼 其他人說什麼他也信什麼 這樣 差點連廟總是說什麼他也可能會相信 因為廟總是不喜歡阿哥才不相信 廟總沒有把阿哥騙不騙他的節目 我們覺得有機會可以 其實廟總來說 我本身也不想殺你的哥哥 其實我也不想用過一招 他就會相信 只是廟總說其實我是你哥哥 這個節目 Come on I'm your father Come on my sister 以造型來說 我覺得他做得都算可愛 以偶的表現 而且他的衣服都很華麗 你看他的綠色 中間還有一些大花 而且那把劍是漂亮的 那把劍是漂亮的 那把劍 我覺得劍招是很搞笑的 劍招最後沒有封 劍招最後沒有封 劍招是凸了出來的 是 他套進劍招裡面 只是遮住了兩邊 頭也還是凸了出來 是 就好像九品芝麻官 周星廷吞完那把劍 在時刻凸了出來那一節 他轉身是可以發出人的 那把翠輝劍的設計也是不錯 有個鉛柄 握著其實是幾次西洋劍的 但是他耍的都是一些中式武功 而以人物來說 因為配音的關係 我覺得都可以聞 但因為他全程都是天真劍的關係 你只看他那邊被人欺負 你知道他很壞 除了有一兩場他真的能打得 也能打得好看 他打的配音都很好聽 但你會覺得他真的很慘 他是不是真的能打得 他打得最好那一場是在打雙筆幻 而是因為雙筆幻知道你中了幻術 所以我不打你 但中間他有清卒那些 你看他的功力也在 他跟林薯師傅打應該有機會贏林薯師傅 但是作為一個角色來說 他還是比較陪襯 你經常看到他 花津一點 這件事要守著 要守著一件事 你就可以找到女角去守著那件事 那感覺是花津一點的 但是OK的 可能有這個角色就會吸到有些人去看 其實也有機會是 吸到一些雖然的 可能一點 吸到一些邪魔 他是佛羅多 他看他的角色設定 他二次元的畫是比較好看的 二次元和三次元也有些轉叛的 有些轉叛的 另一個女性角色 也在所謂Love the Ring的Fellowship裡面 也是跟著他們的 其中一個就是迎合 迎開 迎開 就是這個魔族的 怎麼說 又不是少女 應該都是阿嬸 過百歲了 觸手操控者 對 他是玩死靈術的死靈法師 也都是非常討厭的林雪亞 林雪亞找他的時候 他簡直說 你這傢伙還有面子來見我 如果想看這段故事 好像外傳小說也有說 不過我還沒看 不過聽說 是有原因的 應該是始亂中氣的故事 我覺得他應該是 對 他出場是一個很強勢的大姐 也都是 造型上是非常性感的 無論是吐還是他的原話 我看一隻吐 完全感覺不到很性感 不是 那要吐的 是強勢而已 他二次元很好J 設定圖那裡 是啊 但是變成真人 變成吐 沒有變成真人 沒有變成真人 變成吐 變成吐 但是迎開 跟丹菲那個分別 就令我有點覺得 會不會是Pickwick 和Litro那邊 膠摺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時候南哥不是說 他一定要說丹菲是元眼 很大眼 很大眼 很萌繫美少女 會不會有可能說 喂喂喂 咬完一大輪 好呀好呀 我給你這隻 真的做了元眼 另外一隻我可以做鳳眼 做呀做呀 做呀做呀 這個可以保持那種造型 這個保持那種造型 但是他的角色 那些東西都做得OK的 那他也都用 對呀 而他用的武器就是一條邊 在劇裡面都表現得OK的 對呀很厲害的 對呀 而在劇情來說 我不知道怎麼說 他是不是轉成最成功的那個呢 他是 智力他最高 智力一定是他最高 不就是turn out出來 他想做的東西 他是做得最好的那個 雖然他很包含成為失蹤人口 對呀 但是以劇來說 雖然本身劇情不多 他也是照人上來做其中一件事 對呀 但是他之後的劇情發展 他也是有表現的 對呀 所以以女性角色來講 比起另一個 我覺得是非常之多的 因為如果你說另一個 比較出場都有講一下的角色 就是這個 獵味 獵味 即是圓鬼中其中一個幹部 對呀 即是都很慘的 他們跟四鬼五鬼六騎士差不多 都是出來死的 出場就死了 我記得 不是出場死 或者幾轉才死 我記得這個角色是比較深印象 為什麼呢 因為連載的時候 上網我經常看那些討論 那些人 都說這個角色很久很傻 不是 你看回你以前的畫 對呀 二次元那樣很傻 我就是想說他以前畫到這樣 你只嘔吐到這樣 大哥 不是 都有限制 不是這些衣服是真的很難做的 不是 但是你也不是這樣脫皮脫骨的 不是 衣服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他的樣子又差一點點 但是造型上真的OK的 而且他真的沒有表現 造型上那時候真的 直接播完那一集 一年了一會兒 整集從人途出來了 是很多 還有那時候 他很快就死了 死鬼了的時候 很多人在慘叫 那些 女性角色是差不多 而說回其他的男配角 例如一定要提 就是這個薩無生 這個專門出來搞笑的鞋角薩無生 人家很嚴肅的 你不要這樣曲解他 認真的搞笑最迷人 你不要說人不暈 這樣不行 很慘的 那薩無生就是江湖上 所謂的第一殺手 明鋒決殺的愛好 是的 因為這個江湖已經沒有第二個殺手 不要再套衝著 可以嗎 讓他再說完 可以嗎 也是一個 一個造型非常突出 就是心裡有一個deep we 開了空 用這個雙劍的殺手 是用二刀流的 不過他沒有同仁那麼厲害 是的 他是一個高強的殺手 高強的殺手 我們也認識一個用二刀流 但是很差 那薩無生其實 在劇情上面作為一個對手 因為他很討厭林雪亞 他也有外傳小說 那些人也是看完外傳小說 說你應該砍林雪亞 砍十八顆 我們都覺得OK 大家可以去看那本小說 但是他沒有這個能力 是的 也是經過一些轉子之後 他就加入了他們的團隊 他就一起去上隊這個圓鬼鐘 那在表現方面 他最初出來表現得非常高 武功高強 一打三都沒有關係 而且也是一劍殺了林雪亞的老師傅 是 那我不覺得他厲害 那時候也覺得他厲害 那一集他覺得厲害 看完整集就覺得殺了老師傅 應該是單飛也做到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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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要提一下廉老師傅 為什麼要提他呢 我覺得他的嘔是很特別的 因為廉老師傅是一個老人 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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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旗老師傅 他的嘔是故意把皺紋都刻上去 而造型方面他也表現到一個老人 因為我看其他嘔 如果你就算是一些比較老的人 他不會那麼用心 在臉上刻那麼多紋上去 所以他 雖然出場的機會非常少 我記得出不夠五分鐘 不夠 不夠 我那集是看到 怎麼了 你真的把嘔出來五分鐘就用完 那嘔弄得很漂亮 是啊 你又不覺得這個嘔弄得這麼漂亮 不會那麼快就用完 但是大家記得第一集 阿丹飛的哥哥很快 那阿丹行你 起碼是出完這個大絕 才被人爆炸的嘛 但是整隻嘔弄得很快 那個問題是 人家出了萬劍歸宗才死 也有點氣勢 阿老師傅出來 整個比股青十郎的出來 你老闆十秒被人搞定了 哈哈 結果馬達歐這麼死 是啊 團隊方面除了薩茂生之外 就是守雲燒 守雲燒就是這個 老江湖 老江湖 他真的是老江湖 真的是老江湖 他是一個單眼的弓箭手 他也都在江湖上是非常出名 瑞眼村羊 瑞眼村羊 他的出場師也有說他是用箭用得很厲害 因為他用箭用的箭用得很酷到 有些場面是用上天 然後在下面就跟人騙騙騙騙 騙完到最後那個人就會在箭用箭用的位置 就是重箭的 那幕是很酷的 那幕是 而我很喜歡他因為這個角色 是這麼多角色 最有武俠味 江湖味的那個 無論造型來說 還有他處理事來說 他是令我想起一些古龍比較寫實系的江湖人物 因為他是很目標為本的 他也都因為他連同另一個角色來說 就是因為他的二弟這個卷殘魂 他是經常教江湖的道義 或者江湖的規矩 規矩 記住 出來走是跟邪魔偶道是不用說江湖道義的 為他 他真的會說這些 他真的會說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這些人 你們都看到他江湖的歷練很高 而相對來說 另一個角色就是這個 卷殘魂 老殘魂 真的 真的 我經常覺得因為 連少氣盛的少俠 少俠 加上他凌川建一配 我經常覺得他是非真 因為他真的很凌川建一適 在傳傳貢那一隻 因為他是初入江湖 也是很渴望成名 配上大哥的教導 你看到他是很熱血 也很充前 那兩個對比也是很好的 雖然之後他可能有些事情是 做得比較膠的 但是你也覺得他是一個赤子醫生的人 熱血笨蛋 熱血笨蛋 所以其實這一行人 角色性格方面是很分明 也是你看到他很突出 你不會有什麼重疊 即是在主角方面 總之有個感覺是 這群人好像 個個勁成這樣去打 應該好像青人牆一樣的感覺 最初也不是的 最初你也覺得 即是怕他不夠秒總 因為如果說這個主要的所謂 不知道是不是奸角 敵逆角色 敵逆角色 這個秒天鞋 即是人稱秒總 即是懸鬼中的CEO 他作為一個大企業的CEO 他是非常出色的 即是無論是 凡事親力親為 這樣才算好 對這個手下非常之好 即是手下說打不贏 說不用怕 你們走吧 你們退下 我來打 資金方面也看到他作為一個企業 他是非常充足 人家說五千金黃金 他真的拿出來 給我一點時間 我準備一下就可以了 重點是關子的配音 關子音配音他的霸氣是很足的 他的造型 哇 那件衣服的細節 跟劍的細節是非常之好 很漂亮 他肩上只是一對眼 對 而且我覺得近看有些膠 他的衣服有很多骷髏頭 但是你看到那些細節是非常之好 而他一出場 第一集一出場 他戴著他的面具出來 說了一句很帥的對白 我現在搶你 你現在乖乖的交出來 和我搶你之後 在你屍體裡拿出來 對我呢 就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很有霸氣的 所以 你一出場的角色 的氣勢是在 亦都是作為一個敵的角色 一開始 你覺得是非常之難對付 其實他一出場 那一刻 十姿勢是帥氣的 他在天上 無緣無故的 噴空閃出來 那一刻我也覺得帥氣的 直到他脫臉具 我看著有師傅你搞什麼 你戴著面具下來 五秒之後脫掉 你為什麼要飛行完 現在要戴著面具 擋風啊 不是 出場有氣勢 出場就脫掉了 看出角色你就明白 嘴衣很帥氣的 上台那天脫掉了才打 你現在遮住了眼睛 看不完視線 然後 然後 我就發覺這個擋風玻璃的理念 是正確的 因為當他打算叫獎出來 你戴走他的時候 他又把面具放上去 那實際作用 那實際作用 都是搓歸搓打歸打 師傅 但我又不明白 他那些小竹走的時候 一個閃身就走了 這些是常用技巧來的 即是無論霹靂金剛 或者其他部代戲 那些人所謂來過場 或者閃走 或者所謂用輕功的時候 他都用這種方法 閃一閃就 一個電腦效果就閃走了 其實他是要跑狗地跑走的 走完之後再叫Uber 黃昇寶的手 我明白 那尿種就厲害 在我不用做的 我在你面前叫Uber上車 即使 但是如果你看回所有角色的設定 是很好 也都其實 人切都很漂亮 人切都很漂亮 而且你每一個角色的表達 是OK 即是你分到是誰打誰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人物方面我覺得是OK的 即是 即是 劇情呢 就之後慢慢講 我覺得人切 背景 造型 以及他的表達本身 全部都是OK的 你獨立開每個角色來看 都是很OK的 炒完一碟才有問題 應該說劇情有機會有問題 其實這一節 我想人物 我應該也介紹了主角色 剛才大家欲言又止 都說現在不要說 否則這節完不了 有關劇情方面也有很多深刻的位置 或者覺得很正的位置 甚至一些很想套租的位置 都還沒說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動漫戰隊 東來劍遊鏡 然後到到明看到 Katie 回到我們 我們下傳採 ¿ 我們下傳採的 我們下傳採的 我們的頁鍍